上一组四位队长进行表决 刚刚的表演 我更喜欢干净利索 能看得更清楚 对 所以我会选择江海队 我觉得真的是强在他的编舞 很细腻 就包括对音乐的理解 就每一个点 每一个拍子 或者每一个鼓点 他掐得很准 我想问一下 袋鼠 你今天不在状况内 整个状态 不是我看过的袋鼠 整个表演 我觉得你已经跟他们有点脱离了 不管是动作也好 你的眼神在飘 我会给张浩队 其实今天舞台让我 最惊喜的是这组 而且你们的编排 你们的层次也非常不一样 但是毕竟是个棋舞比赛 对 看的还是棋舞和编舞 所以我还是在这边 我这一票 啊 我给 别养了 我给张浩队 哈哈 恭喜核展成组全员晋级 组长小猪首先带定 宜阳千禧队长再选出一名带定选手 等一下 听他们说话我就在验凉了 我们最后决定是 但是 今天是状态不太好 然后太累了 辛苦了 加油 第二轮蛋蛋组 队战原野组 考核队长韩庚 败者组长直接淘汰待定 有请蛋蛋组进场 感觉很炸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好像有点开始紧张了 作品整个都拉了 而且我觉得特别满意 希望一会儿可以有比较超长的发挥 我一面团队长 战主席切勿 我们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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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蛋 你选择的人是 那个谁 小婷 小婷 我第一个选的人是小婷 因为我觉得她是在这个里面 风格上 性格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舍南 舍南她非常有想法 和其他的B-boy 一定是不一样的 其他几个我选的是李妍 然后林宇 还有一个是 忠诚 最后一个是天赐 我的目标很明确 我需要有团队协作能力的人 这首歌在抖音上超火 好多人都在用它拍视频 我们一起打开抖音看一下好不好 那这首歌很厉害 抖音上有好多街舞的人 要不我们一起 拿这首歌拍端视频吧 好啊 我们来端炸的嘛 我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拍到抖音上去 这就是抖音神曲 这就是新一代的街舞达人 这就是街舞 让我们一起 加油 二十一个小时吗 现在还有 对吧 抖发 一二三四五 五个小时睡觉 好 来吧咱们 我们先把第一 三 五段出来 我们先把组段落下 对 二十四的话 我们更多的是创意跟想法 我觉得你们在编的过程里面 可能还会蹦撞出更多的想法 半段节 第一个解决的东西 就是帮我们分配好了 二十四个小时 应该去做什么 就是说你们只要 尽情地去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对 大大大大大 咚咚咚咚 我来了 拿一下自己的饮料 哇 多 干杯 拍完了 半段 照顾大家照顾得很好 她真的像 像一个妈妈一样 我觉得很像那种老婆的感觉 那你们就去看厕所吧 什么的 看厕所吧 把衣服穿上 把衣服穿上 外面特别冷 饭吃了吗 干啥不吃饭 都凉了 哎呀 你们真是让我超死心了 吃饭呀 你就是 但尽快把这整个架构伤好 把你去开始扣动我 OK 相信我们 我们还是很有自信的 OK 没问题 当时抽到你的时候 我还有点担心 因为我们的对手的队长 是你团队的人 然后我当时 啊 我很沮丧 然后我一回来 很沮丧 对 然后我一回来 他们就说 我们都是韩庚族的 韩庚很喜欢我们的 韩庚喜欢我 韩庚喜欢我 然后我就 OK 别着急 现在没分锁呢 到时候你选我就行了 哈哈哈哈 OK 先不耽误 你们先去想一想 这整个舞蹈的架构 好 谢谢队长 我一直在长处都可以得到施展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觉得我的肯定能做到非常好 我赢定了 准备好了吗 OK 音乐 在我先认词 慰entlich 想 bai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星国 你是一个组长 甚至你说我是老大姐 你能把大家能融合在一起 可以组织起来 我觉得在整个团队里边 这个非常重要 其实对我们来说 蛋蛋姐不像是老大姐 更像一个妈妈一样 容易很愿意操心那个人 反正上厕所 睡觉 吃饭 喝饮料 所有都是她来安排我们的 其实我觉得 蛋蛋像一个老婆 我说找到她的话会很幸福 神男你没有女朋友是吧 你不是有孩子吗 你怎么知道 但是我没有女朋友 那可以吹吗 有请原野祖进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